我现在哈达铺火车站 这是站前广场 准备坐火车前往下一座城市 首先去隆南 因为隆南是一个火车大站 而且是枢纽 从这进站买票 进来了 这就是哈达铺火车站的 后车大铁 两边都是座位 有卫生间 这有超市 都是隔位就坐的 再看一下另一侧 VIP火车室开水区 这个时候正好 是6.05的 银川开往隆南 开始检票了 我是二车 第八座位 进来了 这是一站台 我是第一个进站的 看一下车厢号 一共是十节车厢 快 9884 上来了 时间刚刚好 火车站挺大的 正好列车刚刚停稳 这是第一节车厢 往前面走 一次是第二车厢 后面是三到十 他们还正在下车 下完之后 我就开始上车了 好的 开始上车了 二车厢 找一下我的车次 座位号 我是 座位号好空 那就随便坐一个位置上吧 时间正好是下午的6点05分 我乘坐的火车 缓缓的离开了 哈达铺站 运行前方停车站是 隆南西乘降点 地震道站只开启 9号和10号车向的车门 有在隆南西乘降点下车的旅客 和铁路通勤职工 请您提前到 9号和10号车向门口等候下车 这年到达隆南西乘降点的时间是 19点16分 停车2分 有在隆南西乘降点下车的旅客 和铁路通勤职工 请您提前到 9号和10号车向 其他车向室务员 请坚守岗位 注意安全 在火车上看看哈达铺镇 对面是高速公路 哈达铺的高速收费站 现在正式用餐时间 请您注意保持列车卫生 把不要的食品包装袋 拥备面碗 快餐盒等杂物 投入废物箱 果皮果盒等 请尽量不要洒落在地板上 您可以使用方便袋 盛装起来 放到果皮盘里 您可以使用方便袋 进隧道了 正好看看 我乘坐的快 9884 是一小时23分钟到陆南 是银船发过来的 途经中卫 还有景泰 我是从哈达铺上车 到陆南下车 是7点半 沙达铺 沙达铺到陆南的这段路啊 基本上都是隧道 现在时间啊 接近7点了 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 依然是隧道啊 就不给大家拍外面的风景了 让我们在旅行中增长健康知识 让平安 帮助走 这下面的江是白龙江 因为白龙江的江水比明江湍浸几 江边都是村庄 如果外出旅游出现腹泻 一般与游客的易感性 饮食习惯 停留时间都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生活环境的变化 一般来说 人们都是从发达的地区 到不发达的地区 从城市到农村去旅游 有些人会不适应当地的饮食环境 再加上当地的公共卫生设施 不太完善 还有可能会使用到 被污染的食物和水 另外 外出旅游的时候 人们的饮食习惯突然的改变 还可能导致肠胃功能紊乱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土不服 这一切都会加大 人们在旅行过程中 发生腹泻的几率 山脚下的房子几乎都是一样啊 这是藏室风格的建筑 还有篮球场 女士们先生们 铁路通勤的同事们 您好 律师前方就要到达 隆南西城降点 律师道站只开启 9号和10号车向的车门 有在隆南西城降点下车的旅客 和铁路通勤职工 请您提前到 9号 10号直向门口 等候下车 其他直向主员 请坚守岗位 注意安全 看一看 白龙江的江水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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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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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的服务能让乘车的旅客感受到热情 让归家的旅客体会到温情 列车停稳后请您有序下车 下车时请抓来 准备下车了 下车以后请不要在站台边缘 准备下车了 这下列车全部清空了 看一下我乘坐的火车 迎船发往陆南的 两边都有出口 我准备走近距离的出口 我现在正准备从陆南火车站的出站口 出站 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结束了